各位好,人民力量第二节跟大家见面, 在我右手边这位是欧维刚, 大家常常在人网讨论区见到他, 名字见得多了, 是Peter,很多东西过去是他拍的, 上镜就很少机会, 比较少,Peter很难得, 特意在眨一年,年纪了, 我那次和毓民几次去美加访问, Peter才在多伦多温哥华帮忙接待, 其后觉得要回来香港, 他整年前已经说了, 回来香港要追击民主党, 终于达成这个心愿, 千里尋仇,千里追债, 别说尋仇了, 真是给你完成任务, 亦是你的心愿, 是,很开心, 很开心, 但很多时候是整定的, 第一,你一回来, 我安排了你去屯门, 试做地区事, 又不是很习惯, 当初想着你可能追击蔣越南, 你怎知出了一个黎家朗, 追了一个英俊出来, 你又没得追击, 我又背了追何俊仁, 有一段时间都好像周围都尝试, 好像没什么特别决定, 这到很后期, 就被欣申港发挥到你, 捉了你过去北区, 当初都不知道是谁, 但那时, 是这三个区, 总之三个, 拆定期先, 从选举工程选举规划来讲, 又是很奇特的,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选举, 第一, 人民力量整个选举工程, 是用政治议题作为一个单一诉求, 已经从未有了, 你们北区的规划就更奇怪, 你们北区的规划就是, 总之石户区, 或者彩原, 彩原, 还有哪个, 三个区的, 粉丁华道, 粉丁华道, 三个区, 总之这个要下的, 总之你们有几个人, 有些情况就有少少乱点阴阳谱, 不是, 每一个盖都放人下去, 等他不要, 我明白, 但是哪个下哪个,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策划逻辑, 是吗? 是对的, 总之都是较为几随意, 就是看到时哪个方便, 定了个位, 但是最后, 结果就如你心愿, 你打到大佬, 你打到王成智, 是吧? 你在加拿大想的时候, 都没想到可以有这么独特, 和有这么好的配套给你, 可以追击到王成智, 如果讲选举工程, 因为今集我们希望多些讲选举, 不是讲理念, 不是讲历史, 而是讲选举工程, 是, 是, 你在加拿大这么多年, 是, 外国的选举, 是, 你的经验和香港很不同? 很不同, 即是完全两回事, 是, 是, 即是你香港的选举工程, 组织和紧密度, 和严谨性和组织动员, 是很精致, 即是你加拿大有态? 加拿大相对来说, 真的很落后, 很随意的, 所以即是共产党搞这个选举, 其实真是专家来的, 是吧? 你也可以这样讲, 因为有民主的选举, 所以共产党放那么多资源和心血, 但是它那些资源, 和那个选举上限完全没关系的, 是, 完全没关系的, 所以即是你看回这一次, 特别是你北区的选举, 前线香港负责, 统策策划, 你自己落区的时间其实很短, 差不多是提名前, 我想跟人民力量, 绝大部分的候选人都是相似, 都是提名前决定, 跟着就下街拿提名, 很辛苦的拿个足够提名, 跟着就登记, 登记完之后, 那些选举工程其实都是很一般的, 都是在街, 叫麦, 派单张, 我那裡就有公屋和居屋, 有公屋就好, 靠努力, 就经常入纸去房处洗楼, 还有入信箱, 在公屋有一道好, 起码有得跟民建园斗努力, 有得斗一下, 到最后那些居民知道我和苏西智, 就是民建园和人民力量有洗楼, 因为王城志就没有, 因为我拍门介绍我自己, 拍孙员单张, 希望他之前拿, 老一辈的那些爸爸妈妈知道我做什麽, 那些孩子都问, 为什麽他出来会这样, 他洗楼, 为什麽王城志这次是没有的呢, 即公屋, 虽然你说是淪陷很多民建园, 即保皇派入侵了那个委会系, 但你都可以靠努力, 都有个机会, 那你都做了两个月的选举工程, 你做过程里面看不看到选民, 即部分选民在态度上的改变呢? 都有的, 有一批是很想去改变, 因为十几年, 即保皇派或现任的议员是没有什麽做, 他们求变, 他们都会选我, 但有个气宝效应, 他觉得如果是王城志, 可能名气大些, 希望投给王城志, 集中票, 希望可以踢走他, 但最后你加上王城志的票, 都不够, 差不多2,700多, 差不多2,800多, 他增长到差不多20%, 更高过我们伟大祖国GDP增长, 即彩元村是81年入伙, 这个老区都可以增长到20%, 即是化腹脑为神奇, 即是你作为一个前线的候选人, 实际上的接触量, 你自己觉得这单一议题, 政治议题这类选举的策略, 行不行? 不触动到他的心灵, 因为有些会触动到的, 但是他们比较切身一些, 因为如果是, 你看回选区的demographics, 那些人, 老人多, 现在年轻人多, 因为如果太年轻人, 他可能是, 求学, 或者是学习, 有些什么问题, 或者被人踢出校, 或者去其他地方升学, 老人家就是, 真是一碗饭, 为人来照顾, 是比一个民主的诉求, 是, 是, 很有趣, 我们看那个选举结局, 刚才我和毓民都分析过, 如果你用那个三个不同组合, 一个就是追击现任, 一个就是, 但是有毓民主派的议员, 一个就是, 不是议员的, 但是有毓民主派, 刚才和没有, 那个票数真的有差距, 但你看回, 就算是追击这个现任议员, 这个就是, 张本超, 就是张本超追击这个民协, 他现任议员吴美, 他那个票是高到18.7%, 明白, 是, 我们平均是6点多, 是吧, 就是说, 和现任议员, 我都是8, 但他这个, 是相对地, 特别高的, 另外, 陈天赞, 追击民主党的陈明坚, 他这两个, 是明显落区较为内的, 两个, 这几个都有服务地区议题, 跟着, 盐达明, 我上次访问他的时候, 这个节目谈, 他那时强调, 他落区的时候, 亦都被居民觉得, 他那个专业, 和他掌握地区发展方面, 是有这个建地, 亦都在地区议题上, 是拿到部分居民的认同, 是吧, 你跟着下去, 譬如阿朗, 他自己在一个区居住, 是, 也都这个, 有某些教会的关係, 是吧, 跟着就, 就陈志全, 8点7, 跟着到我, 那你看到, 就是, 我们有成20个, 是, 成20个追击, 民主党现任, 和民协现任议员那些, 高过一班, 基本上, 在地区上有一定的知名度, 和在地区上有一定的工作, 就是这个, 就是张本超, 他在地区上, 我听回一些, 就是, 这个, 深水埗的朋友说, 他是有几个地区议题, 是引起这个居民的认同的, 包括这个交通的问题, 没有这个深烧巴, 没有深烧交通, 和没有这个小巴问题, 没有加深烧缺乏, 深烧交通服务, 和一些污水的问题, 导致地区上的居民, 觉得他是这个, 都有心为街坊做事, 所以你看回就是, 你那个政治议题, 拿到个票, 平均来说, 都是大约6-7%的政治议题, 你一定要加其他地方议题, 才令到那个居民觉得, 你是有一定的服务的意识, 所以这一次的选举, 如果单单, 就是用这个政治议题作为选举的话, 真正拿到选民的认同和支持, 可能能保持在6-7%的, 你要超乎这个百分比, 除非那个政治议题, 是更加震撼他的心灵, 更加影响那个群众的面, 是会这个更加阔, 如果不是的话, 你必须要加多很多地区议题上去, 才会令到那个支持度会增加, 是吧? 但是外国议会选举又很少是这样的, 是吧? 是吧? 譬如你省选当然是省政府的议题, 但是你省选举的话, 不会谈你门口一条路的问题, 不会谈你巴士服务的问题, 是吧? 是,但是可能是教育问题, 可能那些人外国从小就是, 我们要怎样去规划这个社区, 我们跟着之后怎样去投票, 他们由小到大的观念就可能, 原来议员或者我们选举不是那么仔细, 就是聚焦于大方向大政策那里, 但是可能我们由小到大, 就是亚洲式或者香港式教育的选举, 就是要怎样去服务, 有什么福利, 就是小恩小惠, 据个例子, 香港电台几年前, 在乐桑有一个纪录片, 就是说, 那些儿童议会, 那些儿童呢, 怎样去投票, 去管理一个儿童游乐场, 怎样去, 向成人的议会, 拿钱来翻身那个儿童游乐场, 如果儿童游乐场要差, 要经过儿童议会的通过, 就是, 在社区规划那里, 或者那些议题, 从小已经摆到小小的小朋友的教育上, 但是, 可能我们学生会选举, 中六、中七, 我们要为学生争取多些福利, 例如, 饭口会便宜一些, 或者增加多些洗手检疫, 或者增加多些Final, 多一两场演唱会, 就是, 可能大家传统认为哪些重要, 哪些不重要, 哪些可以摆入政缸, 哪些不是摆入政缸, 就是由小时候去灌输, 我觉得, 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角色, 所以, 香港的地区选举, 即是人民力量, 想推动新民主运动, 不是单单为议席, 问题就是, 政治诉求和政治议题, 和地方议题比重, 如果你想透过这个选举, 作为一个政治平台, 让你推动人民政治意识的觉醒运动, 和用地区议题来满足它的诉求, 中间会出现优先次序的矛盾, 或者主题会出现一个分歧, 所以, 我想, 人民力量都要, 我想, 大家朋友都可以给多些意见, 究竟, 在地区选举方面, 因为我们都会检讨, 要看四年后, 我们要怎样做, 如果真的要做, 看看究竟, 在地区选举方面, 政治议题, 和地区居民的诉求, 怎样可以结合, 和怎样可以令到选举, 不会因为地区上的诉求, 就牺牲了, 或者是漠视了, 或者是淡化了, 这个政治的议题, 是吧? 你在加拿大那么多年, 譬如, 市政府的选举, 我较少关注, 市政府的选举, 地方议题, 和民生的改善, 的关系有多大呢? 市政府其实都是看党, 很多时候都是看… 市政府较少党, 很多是不同的政治组合, 市政府很少用保守党, 自由党, 新民主党, 很少用党的名义去选, 很多是独立的组合, 或者是某些联盟形式的选举, 市政府的选举, 政治诉求, 或者议题, 都是讲, 平封楼都有讲的, 土地用途, 我见他谈了很多土地用途, 保不保, 某些土地作为绿化用地, 或者很多时候, 焦点就去了财政管理, 市政府是怎样, 或者究竟我给地… property tax, 即地税是多少, 有部份是教育问题, 究竟教育局批多少钱, 很多是实际上的问题, 都是跟市政府的职权, 但最惨的是, 区议会的职权是咨询组织, 区议会不同市政府, 所以现在很奇怪, 区议会的选举其实很奇怪, 你讲它实际权力, 它又等同没有, 是吧, 但是你的选举, 就什么都可以说, 但是最后下去, 都是讲地区问题, 但讲地区问题之余, 又不是区议会的实际职责, 是吧, 又没有这样的实权, 它决定巴士路线, 你不跟外国的市议会, 它实际有权定你的地税, 实际巴士路线可以怎么走, 它可以因为绝大部分的巴士公司, 都是政府直属的, 政府操控的公司,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的巴士服务, 可以决定, 是吧, 而这个撥钱给教育局, 又是市政府的职责, 所以, 人家的选举很实在, 就是政府的实权, 但是香港的区议会, 其实是一个三不像来的, 两个月前, 港台访问, 有什么龙门, 就是关于区选, 黄英奇说, 区选是一个咨询架构, 就是我们未来是要怎么样, 其实如果结合回到彩原, 这个选区, 其实苏西智应该在彩原会堂, 或者彩原广场露天, 常常去举办那些, 居民大会, 究竟我们要不要增加多些夜晚的巴士路线, 我们要不要增加一些医疗撥款, 你们应该怎样看, 隔壁应不应该建几栋公屋, 其实应该不断地控制, 不断地控制, 但是他选了出来, 结果又是蛇齿饼粽米。 所以这次选完之后, 我都在想, 究竟日后人民力量地区工作做些啥呢, 其实有一个想法我自己想, 就是好像台湾那样, 就很着重人民规划, 我不是跟你说某一条巴士线, 或者污水的问题, 当然人民力量就算有些都关注, 而是跟整个区的撤身利益有关, 究竟这个土地怎样用, 这个发展前景是怎样, 究竟有没有土地用途的改变, 可以令市民的生活, 或者市民的生活质素得以提升, 其实这个地方议题可以将它提升, 不是跟你说少因少为的问题, 而是跟你说实际居住环境有关, 甚至影响到下一代的福祉, 这一个可以作为日后地区工作, 即人民力量地区工作的一个焦点, 是的, 但现在那些人错误了观念, 我投你票就是借恩一票, 即是你给个小恩小惠我, 或者你之前帮过我, 或者我见了你三十年, 然后好像苏西智说, 我在彩原住了三十年, 三十年感情高急请投我一票, 苏西智就在巴士站那里哭, 你不投我一票我没有事做, 即是他是这样, 那选举很多时都是, 即是民主派最厉害的了, 即是悲情, 即是悲情, 即是悲情早几年前, 李存铭靖叫救命, 令到何秀兰选不到, 这次何秀兰都叫救命, 即是奉暮那区十几年, 提供很多免费法律咨询, 那些人因为他提供过免费法律咨询, 就不记得了他支持的偽政改方案, 是吧, 那这个人是感情动物来的, 我知, 但… 宁愿是被人利用, 即是作为他那个议席, 可以拿到议席的一个手段, 我明白, 但这个现实我们有崇高的理想, 但我觉得不止是一代, 可能要几次选举, 那些人慢慢去改变这些观念, 或者从小时候开始, 或者我们现在可以在网台说, 其实外国投票的观念就是forward thinking, 你究竟想怎样规划, 我现在做一个议员是去咨询, 再慢慢去淡化, 即是借恩一票, 即是好像我教你吃牛扒, 那些牛扒怎样为之漂亮, 那些脂肪要分, 平均地分布, 即是你要教那些选民, 什麽叫为之正确的一票, 通过教育。 人民力量这次我想上了宝贵的一货, 其实在这麽短的时间内籌备, 只有这麽多人力资源, 还有在设计上是一个票债票偿的运动, 尝试了是一个很新的选举的模式, 看到很多缺陷, 看到很多问题, 这个我想我们现在都在检讨, 其实我现在都在处议这份文件, 给行政委员会作讨论, 其实未来的工作我都很重要, 第一是怎样去巩固我们现有的支持, 即是巩固我们的基础, 另外在人财培训方面, 怎样去培育多些的人财, 以及我们培育什麽类型的人财, 在政治论随也好, 基层工作组织也好, 或者一些演讲的也好, 这个人财方面要多元化的培训, 第三方面就是地区工作, 以我们怎样去设计一套地区工作, 又不是说少因少为的, 比如Peter所说, 有一个愿景, 有一个期望给市民, 将来你投我们的票, 我们就会做这些事情, 是吧? 通过人民规划可以带动人民参与, 另外在发展方面, 怎样可以串联更多人参与, 其实这方面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未来的工作, 我们现在是正司检讨, 我有个提议, 不如你叫六十月候选人写一千字的感想, 或者报告你的得着, 或者你的体验, 这个好样, 你交给中央起码有个documentation, 这是一个好建议, 另外在英文做一本书, 《票债票偿》, 希望可以在农历年前印好, 整个运动的得失, 以及意义价值在哪, 都是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乐记, 这个有份参与这个票债票偿运动, 这六十二位所谓勇士, 我说这个民主的尖兵, 以及我们共多的义工, 数以百计千计的义工, 不问这个报酬, 出钱出力, 参与这个运动, 都是难民可贵, 再借这个机会, 多谢参与这个票债票偿运动的候选人, 以及所有的义工, 以及投人民力量票的朋友, 衷心感激, 我们这个新民主运动第二波, 即高一段落, 我们接着下来, 就会推动和策划, 即第三波、第四波, 至于如何去推动, 直至到这个双普选, 这个民主得意落实为止, 要大家共同努力, 多谢Peter, 在临急情况之下, 答应出席这个节目, 我们下周见, 拜拜, thank you